這是兩個不同的訓練方式 一個呢 你知道有沒有人看金庸祥的武俠小說 有啊 我想說的是夏浩江湖 夏浩江湖裡面那個令狐冲跟那個 他的師父叫什麼 岳父群 岳父群 岳父群是怎麼中的啊 令狐冲是跟著岳父群學的嗎 那岳父群 一開始是喔 那一開始他武功沒有很強對不對 他一直到他碰到鳳心羊之後 他武功才變強 那他從鳳心羊上面就看到了一個故事有沒有 這個啦 那個故事是什麼 那是華山派之前的兩派廝殺對不對 哪兩派在廝殺 建宗跟氣宗 那一個是建宗 一個是氣宗 OK 那我覺得 這個很像 你可能會覺得哪裡有像一點都不像 我覺得這個很像 什麼意思呢 建宗是做什麼的 建宗就是 就是我的訓練 就是直接拿劍去砍 我不去管什麼馬步啊 然後氣功啊那些東西的 反正我拿了劍我比你快 我砍了你 你還來不及說話你就是 那這種是用 著重再用 我練武功就是為了殺人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我是著重再用 好 那 氣宗呢 不一樣 你 想要跟我練武功 可以先蹲三連馬步 先蹲三連馬步 訓練手腳 訓練你的力氣 培養你的氣功 好 好 OK 等到你 三連馬步蹲過了 你的力氣也夠了 你培養你的 氣功氣也浮了 這時候呢 我才教你怎麼用劍 OK 所以 你看到 這種是兩種 這是度重的 一個是 一個是度重體 一個是度重量 那這個跟我們 就是 中國在發展科技上面呢 一直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西洋的人 他們 我們看到他們的大炮 他們的軍艦很厲害 但是呢 怎麼學都學不會 然後 後來就有人說 其實你們只學到 用 但是呢 沒學到 背後的那個 OK 所以就有人提出 中學為底 西學為用 但是後來發現 中學為底 西學為用 也是不行 因為你只要人家的用 卻不要人家的根本 那不行 所以 到最後是 全面西化的那種 做法 開始 OK 那 你們會看到 兩個不同的做法 一個是度重用 我一開始就去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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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他為什麼 但是呢 我會好奇 等到你那個好奇心夠了之後 他就可以告訴你說 原來的固定業轉換回家 這時候 這些人 我覺得 他們的能力其實是 是 不輸 不輸 排大電機器 而且他們有一個 很強的動機 是 他們已經知道怎麼用 他已經有劍法 你再叫他去去學氣功 OK 那這時候呢 他至少 在右上面都沒有問題 他會慢慢在那裡 他有動機 你看 這些劍中的人 動機很小 因為他知道那個東西有沒有 但是這些劍中的人呢 跑壞參拜 因為 一開始進來要蹲三連馬步 誰受不了 受不了 那 蹲三連馬步 受不了的時候呢 其中可能百分之八十的人 就被這個馬步訓練 訓練到 沒有求知的願 因為你要先蹲三連 受不了 但是 雖然他們學的東西是有用 但是問題是他們往後看不到怎麼用 所以最後其實這些只剩下百分之二十的人 真的 真的 有辦法走到用的那個上面 沒有 當時是 這八十加二十全部成為社會高階 對 當時是這樣 八十加二十全部成為社會高階 因為你是台下NTTM 但是問題是 這八十的人 其實 在這二十的人看起來 就在這個劍中的人看起來 會覺得他什麼都不懂 但是 劍中的人其實 後來會發現 他們中 其中有一部分的人 食物或許沒有像 但他也會做 但是在他們一起合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理論優勢出現 他的理論優勢出現 可以去補掉那個劍中的人的不足 但是現在呢 我發現這個狀況有點糟糕 糟糕的原因是我們的劍中不見 我們只剩下氣中 OK 那當你只剩下氣中的時候 最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要去練馬步 你看百分之一百的人都要去練馬步 但是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呢 放棄 會在用馬步的時候就放棄 那你說這樣的教育體制到底對不對 我真的 真的不覺得說 用這種 以理論門出發的方式 的教育體制是對的 但是我們現在整個教育體制就是 你應該是多元化 我有些人從理論出發 有些人從實作出發 有些人是氣中 有些人是劍中 我覺得這樣的社會是比較平衡的 而且大家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真正合作的時候 有些人劍很厲害 有些人內功很強 做出來東西內功又強 劍又很厲害 對不對 但是 現在不是這樣的結果 就是 通論了很多 做事的人 這是我看到目前的 我們大學教育的情況 各位可能在高職的時候 其實還是一定有 某種程度的實作 但是 那些實作我覺得 或許在高職還保留的不少 但是越來越少 進大學之後你會發現說 越來越少 所以 當理晉台老師還沒進來的時候 我們戲上在實作這邊真的很空 除了做軟體實作 我們哪有辦法 因為我就是喜歡這個東西 但是做硬體實作就很空 所以我其實覺得 理晉台老師還沒戲上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那我也覺得各位應該 你去做機器人 但是 你做了之後呢 你要往更高的方向移動 什麼意思呢 舉個例子 你做機器人 你做食物的東西 最後你們也會知道 我想做一個電子波發射器 那個其實沒有真的 真的困難到什麼程度 因為電子波只不過是 電感而已 線圈而已 OK 但是 當你真的想做電子波發射器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的器中 鍵中的部分夠了 但是你的器中的那部分不夠了 就是說 你可能知道怎麼去做 你也可以都出來 你也做出來也可以發射電子波的 而且接收到 也接收到電子波的 但是品質不好 錯誤率很高 那這時候你才去看好說 複裂轉換那些東西 就看好這些東西 這時候它的效用會出來 但是當你 鍵中的部分不夠 然後一開始就都麻煩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都 哇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很多人 就是掛在這裡 你也掛在這裡 我也掛在這裡 跟我們的 鍵中一鍵 所以我真的覺得 現在已經沒救了 為什麼 我不是說完全沒救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體制已經改變了 已經改變了 這個東西已經不見了 工專 這些東西已經不見了 全部都變大學 大學了 但是這或許是一件 看起來是壞事 但是或許它是一件網事 為什麼 因為 你看 當這個不見的時候 全部都變這樣 全部都變這樣 的結果 就是很多人去蹲馬步了 那80%折成 但是 其實有一個解決方案 這個解決方案就是 我把它一分為二馬 我讓它本身裡面 既有氣中又有劍中 這樣有什麼好處 氣劍和一樣 對不對 你進去台大 又可以學到氣中的 又可以學到劍中的 你有興趣氣中的人 你就往氣中的方向走 你有興趣劍中的人 你就往劍中方向走 你先學劍 這個是照你的性向發展的 而不是事先規劃好的 對不對 是照你的性向發展的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 有一個條件 就是這個系上的人 氣中的老師要有 建中的老師也要有 所以這個系上的人 必須要有建中的老師 和氣中的老師 那我可以稍微做一些規類 這樣嗎 在我們這個系上 比經常和我是屬於氣中的 但是柯資恩和馮教育老師 他們是屬於氣中的 這樣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在我們系上 其實當比經常老師 打了之後 我覺得那個分線還滿不錯 那我們還少一個 比較少一個 建中領域還少一個 就是 不只一個 一個到兩個 建中領域還少一個到兩個 一個是網路的 通訊 建中領域的 再來呢 是 多媒體領域的建中領域 我覺得我的系上很少 這兩點 多媒體做動畫 現在是我愛照動畫 但是不對 我會做動畫 做得很難 但是 如果我們可以有 多媒體領域的建中的人 跟 網路領域的建中的人 那我覺得 我們系上很棒 OK 那麼 氣中的部分其實 也有缺乏 但是 你可以看到 一個系上要在這裡做平衡 其實是很不容易 你不可能說一個人 什麼都會 這不符合 那種 西方科學部的那種 就是說 它其實是 領域太大 所以一定會區分 因為區分 不可能一個人 從頭搞不到我 全部都很強 那就 那就給我 封青羊 對 但是 真的 現實世界的封青羊 不多 因為它是建中的人 但是 它最後一定工人生後 OK 這種人其實不多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 目前看起來 這是一條路 我們 一個大學 一個科系裡面 同時 有沒有氣中和建中 兩種大事 但是 比較可惜的是 我覺得 建中正在像四年 然後 氣中 已經 在華山派的內部尊重量 都 把建中殺光了 所以 有沒有看到 那個 在現在的大學體制裡面 建中越來越不建 氣中越來越強 這不是建考事 所以 我一直覺得 就是 對教育體制有很多 很多想法 那 但是 但是 無能為力改變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 很難有能力去改變 但有時候 我會跟各位講 因為 因為 我看到有很多同學 就坐在這邊 然後 然後 看著我 什麼講 譬如說 上程式課 然後 發現 程式 有點 不太喜歡 那 上數學課 那就更不喜歡 因為大家都是建中的 突然跑到氣中的世界來 然後 也不太對 然後 然後 上多媒體 動畫 其實大家很喜歡 但是問題是 當我們沒有老師 沒有這種方面的建構老師可以教你 那當 如果你要做多媒體的氣中 那你就會發現多媒體的氣中跑不了 所以 計算機怎麼選 現在有誰選 計算機怎麼選 然後 做那個 做那個 blender 不是我們做動畫嗎 他氣中的做什麼 氣中的是做背後的那個動畫引擎 幫理論 改進 那 這種人通常都在戲 做好萊塢 之類的 那他們做那個背後的那個動畫引擎 這是 計算機圖學 是屬於 動畫裡面的氣中 然後呢 真正做動畫的那些人其實只是用 他說做真相用 他做真相用 又 又可以做出動畫 但是我不管你的那些人是怎麼做出來的 OK 所以我覺得 目前 真的很可惜的 建宗被添添 那 希望有一天建宗會復興 那如果建宗復興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的大學教育 就會比較有希望 好 那 每个人